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特币阿利的频道 那么咱们频道从今天开始已经改名字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到了 咱们频道的名字改成了比特币阿利 英文名字叫Bitcoin Alex 同时我是在B站上想改这个名字 好像改不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回头咱们再改再说 好 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行情会出现这种跌幅 第二点就是还要跌多久 第三点就是我们主要来聊一下 以太坊的现货ETF之后 以太坊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样子 那么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 咱们做一个免责声明 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不要轻易投资 因为加密货币的风险非常大 如果说你想迅速的了解加密货币 并开始赚钱 或者是你想做加密货币行业的博主 或者是KOL的话 都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群 会员群的加入的链接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有一个免费的电报群 进入群之后 可以找到我本人 由于电报上的片子非常多 所以说我是支持语音 或者是视频验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 我重新把这个东西给删掉 我们从头开始 这个会比较干净一点 那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四个小时的图 那咱们昨天视频 在这个咱们频道讲的这个视频 昨天讲到了 那这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你看了我昨天的视频的话 对于今天的这种跌幅 应该不是会不会感到恐慌 至少是不会感到恐慌 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视频之后 有一定的就是说在高点卖出 这种动作 就是做一个短线 但至少我自己没有这么做 我也没有推荐我的会员去这么做 但是我的会员 有人已经在高点卖出 然后等待在低点再接回来 那这是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会愿意这么操作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预期 我们说以太坊 现护ETF 今天是第一天的交易 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 在2024年1月11号的时候 比特币的现护ETF开始交易 那么比特币整整跌了两个礼拜 那目前昨天我给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这一次的跌幅应该是跌幅有限 那幅度下跌的幅度有限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下跌的幅度有限的前提之下 那么这个下跌的时间会不会减少呢 那这个我们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考虑的一个要点 好 那我们在四个小时图从最低点 我们做一个飞奔大器的回撤 那在这个这一次最高点是68500多点 那目前来看 那目前来看 它是碰到了 还没有碰到 没有碰到0.236的这个点位 没有碰到这个点位 那么它开始往上有一点点的抬头 但是我们并不敢说目前的这个形态 就是要往上走了 那么我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那么碰到0.382的这个点位 也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是6万 我看一下这个是多少 6万6万2千8百94这个点位 是比较是比较这个令人信服的一个点位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差不多会跌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把它大概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说它是这样子弱反弹 然后在这个地方得到支撑 然后再往上弹一点点 然后呢迅速跌破 然后呢再往上走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还是那句话 那我这是随意画的一张图 那大家不要觉得呢 那我根据我这张图呢 你就去开单 那这是对你的资金的 是极大的一个不负责任 我这是跟大家来分析 那这是我的目前 我猜测应该是大概是这么走 因为目前来看的这个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这种 基本面上消息方面 或者有很大的这种利空啊 什么的出现 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之前呢 其实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咱们今天看到的 ETF现货 ETH现货ETF 那以太坊现货一天赋 那目前今天的第一个交易日呢 是净流入了1.06亿美元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灰度基金 是净流出4.8亿美元之外 那其他的所有的都是 其他的这个一共是9家啊 那9家其实灰度基金占了2家 那么其他的这种7家 全部都是净流入的 那尤其是这个贝莱德 今天的是净流入2.6亿 这个是Bitwise2.04亿 那我们看到 比特币现货ETF呢 今天的情况呢 是除了贝莱德 是净流入7194万美元之外 那这三家呢 是卖出净卖出 那其他的是没有动作 那从这一点上来看 那我们 那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的话 那我认为 那以太坊的这个抛压呢 是比比特币当时的抛压呢 是要小很多 那原因呢 咱们昨天在视频里面讲到了 也就是昨天讲到了一个问题 说错了一个代码 是ETHE不是ETHF 我昨天说到是ETHF 那这个灰度基金 ETHF它的费率是多少呢 我们看到是2.5% 然后呢 它有一个mini版啊 这个灰度基金 mini版的这个ETF 它的费率呢 是0.15% 是几乎是这七家里面 最低的一家啊 在八家里面最低的一家 所以说他们这个 也是挺会玩的啊 那么从这一点上 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来分析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跌幅呢 应该是在有限跌幅的前提之下 那么它的这个跌的时间呢 也会简短的 我认为有可能呢 会在这个地方的盘整呢 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呢 会选择一个方向 那这是比特币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ETHF 那ETHF是最近的一个主角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THF 其实 咱们多次在视频里面也讲到 那ETHF的这个ETF啊 这个通过啊 它其实并没有引起 广泛的一个关注啊 这是我认为比较奇怪的一点 因为当时这个比特币 现货ETF通过之前 它真的是铺天盖地啊 那舆论或者是这个各个自媒体 全部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 以太坊的这个情况 它是也是落到了0.236的这个地方 那今天是插针往下 那以太坊可能呢 我认为可能会 这个地方呢 插针了 它有可能会迅速往上突破 这个是跟比特币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咱们今天要讲这个以太坊 这个未来呢 会怎么样啊 那未来会怎么样 那我认为未来呢 很快 那么一个礼拜 如果说一个礼拜之后的这个盘整结束了之后 它会很快呢 我们还是把它放到这个日线图 把这个东西删掉 然后呢 它会很快去 去摸一下 去摸一下前面的这个历史的高点 4万 这个是 这个这是最近的一个高点啊 那历史的高点呢 是在48000多啊 在48000多的这个点 我觉得有可能啊 先去 先去冲破 4900 然后4100 然后呢 就要去摸这个4800了 这个高点呢 是一定是要突破的啊 那当然呢 是在比特币走势良好的前提之下 那比特币先到7万3 那以太坊呢 就要到48000了 那这一次是一定能上去的啊 那我们通过这个周线来看一下吧 那之前很少跟大家去讲 那个以太坊的这个周线的 这个RSI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它现在这个地方呢 呃 周线的RSI 那我们之前呢 呃 在讲比特币的时候 它是往下 它往下又走了一个假的突破啊 那目前这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 有效的一个金差出现 那么这个周线的周 呃 金差出现 然后呢 再配合上方这个绿色的RSI 目前的这个数值呢 是55.11 那如果说这两个配合 形成一个公正往上走的话 那么以太坊 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次 狂暴的打扭式的行情啊 那我们只是要需要这个时间 慢慢的去等待它 那另外呢 这个是Burnace 这是币安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图啊 那我们我们看到 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啊 那大概是从2020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开始 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交易量是巨大的啊 那放大一下 这这个地方的交易量是真的好大 那今年来看 成交量很小 那么这个资金到底去了哪里 那之前去拉盘 以太坊的这些资金到底去了哪里呢 那我们看这个SALONA 你应该会得到一些答案吧 呃 其实其实SALONA啊 其实SALONA跟21年的时候比还是有一定的缩小啊 呃 OK 那这是OKX 那可能不太一样 那我们还是把这个 呃 SOL的这个呢 也是给他看到 这个是 币安的 那通过同一个交易所 我们来判断的话 会看得更清晰一点啊 OK好 啊 答案来了 那我们 我们看到啊 这同样一家交易所 在21年的时候的交易量 呃 虽然说有 有很高的点 但是呢 我觉得跟现在的这个比 集中起来比呢 我觉得 这个资金呢 跑到SALONA里面来了啊 那这个SALONA呢 目前的这个行情呢 呃 我觉得差异 它的可能反弹的 这个效果呢 可能会要超过 以太坊和这个呃 以太坊和这个比特币啊 那所以说我们要 也要去关注一下这个 那这个 我们之前讲过 那SALONA如果说 在两周 的这个SALONA RSI这个地方出现了 两周出现了金差的话 那么就会说明 它会很快往上 去进行一个突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特币 其实两周的这个金差 并没有出现啊 那更不要说以太坊的 以太坊还没有跌到底 从两周的线来看 那我估计 这个以太坊呢 还需要大概 再需要两根K线 也就是四周的时间 那么比特币 可能再需要两周 比特币再需要 呃 一根K线 就是两周吧 两周差不多呢 就要去突破 这个73,000了高点 但是呢 SALONA可能一周 可能一周就要到了 那这是SALONA 比他们两个 要强势的一个地方啊 好 那么我觉得呢 那今天视频 基本上就回答了 咱们今天的这个 所有的问题了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会跌 第二个呢 就是还要跌多久啊 那这个第三呢 就是以太坊 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说的以太坊呢 会很快的去摸一下48,000 那么到底这个以太坊 会不会达到1万美元的高点呢 那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后面的这个成交量 有没有像之前那么大 有没有成交量慢慢的放大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低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 它的成交量一直萎靡在这个地方的话 呃 那么本轮的牛市 我觉得这个以太坊呢 很难会看到1万美金的这个以太坊 我觉得呢 6,000到8,000之间吧 好吧 好那以上的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能量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